秋冬季节到来,民众会用中药材来补身体,但小心中药可能参了异物 台北市卫生局进行中药专案抽检 其中一件用来止泻改善肠胃不适和肌肉疼痛的中药材 台湾补公英,验出清热解毒的兔儿菜 两者外观类似,但功效完全不同,已开罚新台币3万元 以原则去查核标识以外,也针对品质进行检验 依照料材的属性不同,检验的项目 包括有调材鉴定、中金属、二氧化硫 以及农药残留及黄麴毒素 金茶核标识的部分是都符合规定 在品质的部分有一件台湾普攻英 经过我们的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鉴定检验检出兔儿菜的成分不符规定 以请来源所在地的卫生局进行查核处 卫生局表示,中药材掺杂义务的情形 属药释法所成列药,医药释法规定 制造或输入裂药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罚还 贩卖、供应或调剂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罚还 那市售中药材的来源不一,而且官用的名称有差异 以致中药材有同名医务或同物医名的一个现象 甚至于有混淆、物用的一个情形 因此基于民众用药安全的考量 药材的一个选择 必须要透过外观的一个检查 以及显微镜的一个鉴别 来确认正确的一个机缘 才能够达到有效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疗效 那中药材掺杂义务的话呢 会依照药师法第21条第三项 属于裂药的情形 那依照第90条呢 制造或输入利药者可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的罚还 贩卖、供应或调剂者呢 可依同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2000万元以下的罚还 卫生局呼吁民众在使用中药材前 可咨询合格中医师 或至卫福部台湾中药典 即图件查询资料库查询 以确保中药材的适当使用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导